台北市长柯文哲上任之后 继续建设三横三纵自行车道 包括复兴南北路、松江路 还有新一路等置中心的道路 代表这些道路的意义是从自行车 从过去河滨车道的假日休闲 逐步迈向都市人 也可以用自行车通勤代步 不断重新找回 以人为本位的交通建设思维 同时也可以让都会区的空气污染大幅降低 太危险了 好恐怖啊 不会撞到我 骑假踏车自顾安全 随时在车那个路上 有摩托车会钻来钻去的 还是说有一些开快车的 他不会让我们自行车 可能骑在慢车道上面 你就会觉得机车一直在 从我旁边呼啸而过 十年前的努力化作泡影 但如今却看到一个未来 自行车道拉到人行道上面来 我们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尤其在那个交通赶道上面 因为那边交通很繁忙 那你把脚踏车跟汽车区隔完 其实安全性就高很多了 那这一点也是很不错的 自行车的复兴这件事情 其实油气 就油气可以让人觉得很有趣 它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生活的话 自行车它是一种最环保节能的一种通勤方式 也许你今天只是骑单车上班一小段路 你节省的碳很小 一百个人 一千个人 一千万个人 把这些减少的碳足迹汇聚在一起的话 我觉得这对于环境就是一个很大的关系 每个人能够做的力量有限 哪怕就是你真的可能其中一天 从摩托车开车换乘脚踏车 这也是一种减碳的一种方式 两个轮子向前滚出了城市愿景 B值的车道却也给了车友们 一个可见的未来 B值的车友们